很多球迷搞不懂孙颖莎为何总是身兼三项参加比赛 实际上混双跟双打比赛能够找到替代者 可是孙颖莎为何就义无反顾地要连续参加三个项目呢 这就给自己的粉丝造成了一种错觉 以为孙颖莎单打无法夺冠 就是因为身兼三项造成的 关键是孙颖莎之身兼一项的时候 不也没有夺冠吗 对于缺少大赛单打冠军的孙颖莎来说 逃避粉丝夺冠舆论压力的好方式就是身兼三项 说穿了这就是块遮羞布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陈梦退役 什么时候陈梦退出了国拼 孙颖莎的大赛冠军梦想就能够实现了 二者是绝对的串联关系 因为目前也只有孙颖莎面对陈梦比赛不理想 其他国拼队友面对陈梦都没有这种成绩上的太多压力 一开始的时候 孙颖莎的粉丝还自我安慰 很多粉丝自我催眠地表示 这是国拼要求孙颖莎签量给陈梦的 教练组施压孙颖莎必须要执行 关键问题是那为什么王曼玉和陈兴桐 怀曼前天一旧没有压力呢 这几个选手面对陈梦的比赛表现很正常 体现出了真实的竞技水平 孙颖莎除了对战陈梦没有优势 对战其他几个队友优势特别明显 有些球迷替陈梦找借口 认为陈梦是对孙颖莎研究透了 所以每一次交手成绩都很好 难道陈梦光研究孙颖莎 就不研究王曼玉与陈兴桐了吗 要是把王曼玉研究好了 现在早就是大满贯了 陈梦会傻到像饭圈粉丝一样吗 只研究孙颖莎不研究其他队友 很显然就算陈梦想这么做 主教练马林可是被称作小诸葛 会不给自己的弟子进行一下战术策略指导 很多球迷说陈梦专门研究孙颖莎 就是一个拙劣的借口 经不起任何推敲 事实上孙颖莎的实力早超过了陈梦 光比较双方外战的稳定性 就能看出陈梦跟孙颖莎实力上的差距 为什么其他队友能赢陈梦 只有孙颖莎不能赢 原因出在孙颖莎这一边 因为孙颖莎确实对梦姐的购买力非常上心 任何不寻常举动的背后都牵扯到核心利益 这才是关键因素 孙颖莎外表长得很可爱 但绝对称不上是美女 都说孙颖莎和王楚清相恋 但陈起这种世界冠军级教练 已经给球迷做出了很好的回复 两人不是恋人关系 这已经表明了两人的真实情况 但是孙颖莎面对这些谣言 为什么就不解释呢 这当然是跟陈梦分不开关系的 说孙王相恋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难道球迷怀疑王楚清的眼光 国拼美女多的是 王楚清只要有正确的恋爱观 以及审美观 就不可能跟小孙产生男女关系 更何况王楚清也是粉丝公认的帅哥 有的是女粉丝追求王楚清 女粉丝难道就没有漂亮的吗 以王楚清的外在条件来说 至少要找一个有钱的伴侣 这样才能门当户对 可是面对粉丝谣传两人谈恋爱 不管是王楚清还是孙颖莎 从来没有正面回复过 这更加剧了球迷的猜测 更何况前一段时间 王楚清过生日 陈梦给小王买蛋糕这件事情 也是在粉丝当中传的沸沸扬扬 可是陈梦并没有去辟谣 实际上陈梦跟王楚清相恋的消息 早在2021年奥运会开赛前就闯开了 那时候还没有孙颖莎和王楚清恋爱的消息 陈梦只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表示自己是单身 这两年的时间 面对粉丝的质疑 陈梦从来没有提过王楚清 既然两人没相恋就应该直接告诉球迷 这样球迷就不会产生联想 当事人只要自己主动说没有不就可以了 可是不管是陈梦 王楚清 还是孙颖莎 面对恋爱绯闻从来不表态实在很奇怪 陈王二人相恋早就被球迷实锤 最不值得的还是孙颖莎 所以最吃亏的也是孙颖莎 他为了维护陈王二人的恋情 那绝对是很义气 所以在比赛当中给孟姐让球都是小事 连自己的名声清白都不要了 他到底图什么 所以选手的个人价值观 绝对不是球迷能猜透的 孙颖莎对这些潜规则还是很了解的 特别是他跟陈梦之间的比赛早就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畴 他们在比赛当中比拼的不仅仅只是竞技成分 更多展现的是赛场上的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国拼就是一个大的江湖 跟陈梦之间的比赛孙颖莎是很小心的 比赛的分数控制得很到位 看到自己比分领先了 立马主动失误 结果孟姐又会将比分追上了 每次达到第三局与第四局的时候 陈梦的体能下降并比较快 这个时候孙颖莎就展现出了贴心的一面 会主动放慢进攻节奏 不过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适邪 现在孙颖莎对战陈梦的比赛过程 很多球迷都产生怀疑 所以让的次数多了 谁都看出来了 不过陈梦的冠军梦想从来没有停止过 孙颖莎这次世拼赛夺冠 只是由于舆论压力太大 要是没有这么多舆论压力 冠军还是陈梦的 一场世拼赛的决赛 是不能抹平2021年奥运会女单决赛 以及2020年世界杯的过往 双方默契依然是存在的 陈梦已经称得上是一位国拼老将了 再加上参赛世拼赛的经历已经高达六次 然而却并未拿下过女单项目的冠军奖牌 对于大满贯荣誉的获得变得更加困难了 其实不难看出 自从陈梦参战完东京奥运会后 实力以及状态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开始变得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 精力充沛的参战球员 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方面状态都有所下滑 就在众人因陈梦没能打下大满贯战绩 而猜测陈梦是否要决定退役时 其本人给出了正面回应 陈梦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当中发文向大家表示 既然心怀梦想 那这便是前行的动力 自己将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 更加拼尽全力向着目标前进 如此而言可以了解到陈梦目前是并没有退役的打算的 与此同时 对于大满贯的战绩 仍然是将其制定为目标 在他看来 一次两次的失误没有什么 只要自己不倒下 那么还是有机会去实现的 此次陈梦的发言让不少球迷粉丝大为感动 已经年过29岁的 他既然是能够选择进行此番发文 就说明目前的陈梦已经是准备好了 在后续大赛当中继续为了大满贯的目标 再次冲刺 可以说有了陈梦的发文表态 的确是能够让带队教练马林感到欣慰的 与此同时 作为女单夺冠之路上的最大竞争对手孙颖莎 也会明白陈梦的表态 更会全力以赴地进行争夺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